好 我还是先来做好自己的事情吧 上班呢 我刚说过 是吧 我们要努力做好为大家寻亲的事 那么前天晚上呢 又有一件事了 南京市七夏区呢 一个12岁的女孩失踪了 而且失踪的地点就在家门口 昨天呢 亲戚朋友在小区院子里 找到了孩子遗落的手机和钥匙 大家怀疑啊 可能是被拐走了 妈妈想你 你快回来 女儿失踪以后 妈妈整日以泪洗面 两天来 从没合过眼 照片里的女孩就是失踪的英语涵 小名豆豆 今年12岁 身高1米55 当天傍晚6点多 豆豆来到小区游乐场和同伴玩耍 8点左右独自了一去 再也没有出现 我早上是带她出去吃早饭的 那是见最后一面的 到现在都没见到她 她现在是什么情况我也不知道 十三十四我也不知道 你说我 你说我还能活下去吗 执行者介绍 当天晚上有一名可疑陌生男子 在游乐场附近转悠 一直在寻找机会和孩子搭话 把我们家小孩呢 他按了个敲板 就按了个敲板 然后有一个小孩 小男孩呢 他跌倒了 就是把腿干了一下 跌倒了 然后呢 就是他就住在那边 那个男的呢 就是跑了去问了 这小孩有没有事啊 小区和外界只有一墙之隔 翻过这个门面房 就可以离开小区 昨天 家人在门面房里 发现了痘痘的手机 手机通话记录曾显示 拨打过 118223381这个号码 家人怀疑 他其实想拨打的是110 情急之下按错了 警方调去监控时发现 因为天黑 门面房附近监控出现盲区 看不到当时的现场情况 目前警方已经用警戒线 将现场隔离起来 几位行政人员正在调查取证 相关路段的监控也在查阅当中 警方提醒 骗子拐走小孩 有一些常见的手段 第一是假装求助 骗子利用孩子的天真 好奇心和怜悯心 让孩子跟他走 第二是恐吓威胁 不跟他走就会遭到危险 第三是利用糖衣炮弹吸引孩子 还有的骗子会编造故事 比如孩子的妈妈被车撞了 要带孩子去看他等等 如果大家看到一个上身穿白色夹克衫 是吧 下身穿灰色运动裤 长相的像屏幕当中的这个 这边啊 屏幕当中的这个女孩的时候呢 请务必立即拨打110 啊